为何印度要优先将阵风战机部署于高海拔地区 印度军官道出了原因 静静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据外媒报道 印度空军指挥部正在举行联合会议 主要讨论未来可能的冲突地区 以及新购德的战机的部署问题 因为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官表示 最新的阵风战机可能部署到中印边境地区 以应对中国的空中力量 在中印冲突风险上升的情况下 印度空军派遣人员前往法国 要求法方加速阵风战斗机的交付 在这之前 印度已获得四架阵风战机 现在法国会加速交付六架 总数达到十架 印度空军将以此为基础 成立第一支具备作战能力的阵风作战中队 至于为何印度要优先将阵风战斗机部署于高海拔地区 这位印度军官表示 印度空军最看重的 就是阵风战机的发动机的冷启动能力 它不需要热车就可以在低温的高海拔地区启动 而之前印度大量部署的苏三菱 在这方面表现就差得多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上 往往会一失战机 这也是外界频繁指责 印度空军的战机出动效率低的原因 往往前线的仗都打完了 印度空军的战机还未起飞 当然 这也与印度空军低下的保障能力有关系 所以印度空军在招标新战机时 对保障能力的要求特别高 要求战机维护方便 能在恶劣环境下驻扎和使用 喜马拉雅山南路海拔高 空气稀薄 恶劣天气频繁 对战机的后勤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对于参数党们而言 阵风战斗机所配备的M88发动机推力很一般 军用推力为5.1吨 加力推力7.65吨 推重比8.5 远逊于劳斯莱斯公司 为台风战斗机开发的EG2000 但阵风战机轻巧的体重和出色的气动设计 使得其在伴游情况下 推重比可达1.16 M88属于小寒道比发动机 在高空 超音速性能 加力曲线上都很优秀 印度飞行员在试飞后 自然是赞不绝口 虽然嘴上自称是南亚第一空中力量 但印度空军的机队中 大多数是老旧的俄罗斯战机 包括米格21 米格23 米格27 这些老旧的战机不仅飞行安全性极差 对于培养飞行员的技战术能力也毫无意义 甚至有人夸张地说 印度空军的水平线 恐怕比中东某些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好不了多少 在去年的印巴克什米尔冲突中 只有老旧的幻影2000战斗机表现良好 这使得印度对于阵风战斗机的表现更为期待 人们常说 买武器买不回战斗力 印度军方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奈何国内工业所现 买武器成了必须的必须 飞机毕竟是大件 从价格到后勤 一整套体系要完成 是一条很长的路 中文字幕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